第八题问ATP结构和特性的叙述会有正确 ATP叫做三磷酸现飘磷核甘酸 它的成分是不是有现飘磷 去氧核糖跟三个磷酸呢 为什么不对 没有去氧 它是一般的核糖 一般的核糖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用去氧核糖所构成的 那要叫做小DATP 中文名称叫做去氧三磷酸现飘磷核甘酸 但是我的题目中又没有讲去氧 所以你的核糖是一般的核糖 不是去氧核糖 所以A错在不是去氧核糖 而只有核糖就好了 好B选项三磷酸核甘酸 所以具有三个磷酸 对B对 它的组成元素有没有碳氢氧氧氮流呢 没有流 因为它们属于 这个是属于核甘酸的物质 核甘酸的成分含碳氢氧氧氮磷 那碳氢氧氧氮流是氨基酸跟蛋白质那一类的 所以我们ATP是没有流的 氧基酸蛋白质才有 那一般的核甘酸成分碳氧氧氧氧氮 没有流 所以ATP含零不含硫 蛋白质含硫不含硫 所以吸错了 诸血下不同细胞之中 ATP的结构就不同吗 当然一样啊 相同 你的ATP跟我的ATP跟张的ATP 都叫做三磷酸线飘零核甘酸 组成都一样 结分的结构一样 所以诸蛋白质错 诸有一种 它是一种核甘酸吗 当然是 你听它的中文名字吗 三磷酸线飘零核甘酸 它的主轴就是核甘酸 所以它就是一种核甘酸 没有错啊 所以答案是B与E 以上是多选第八 这就是 好 谢谢观看